这个烘箱呢我们也试好了 就是说因为到时候打包的时候啊 就可能这个体积比较大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拆掉这个架子 我们把这个架子要拆掉啊 你回去之后要锁一个这个螺丝啊 都会有对应的这个螺丝 把这几个螺丝锁一下就行了 这个架子我们会给你带个扳手啊之类的 你把这个就回去锁一下 因为这个烤箱比较长 然后运输途中也不太方便 这个烤箱是 也是220克的电源开关 然后这边第一个打开这个运转开关 第二个打开这个温度开关 温度开关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温度 它现在已经就开始显示了 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是41度 它现在一直在上升 可能就是说没有感应到 它自己会感应的 设置这个温度 然后这边呢是那个调节速度的 调节这个速度 这个铁不容的你放心 这个不会粘那个边油的 是这种网格的 是这种网格的 这种材质它是不会粘那个边油 里面都有那个带那个杀菌的功能 从外线紫外线都会带了 带那个杀菌的功能 现在温度我们要设置到那个41度 然后回去你要根据你们的那个材料 再进行这个设置啊 设置的时候就是点这个 这个 SET这个按钮 然后有个上升 有一个是下降的 就设置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没什么可以注意的啊 就这些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